来 我们看看啊 先说一下 作业的完成情况 我先跟大家讲一讲啊 有有些同学做的这个作业呢 做得很好 有一些同学呢 做的作业呢 不是特别的好 那做的好多同学呢 要继续发扬 做的不太好的同学呢 我这里边呢 跟大家说一下 你这个 不是因为你这个 不是因为你的 当然能力是一部分啊 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 还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大家这个练习的这个方式 做作业的方式可能不太对啊 我跟大家说一说 首先呢 先表演几个同学啊 一个是这个胡龙飞同学 胡龙飞 胡龙飞同学是这个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这个咱们这个北京的这个这个这个助教老师 这个辅导老师跟我们说 是这个这个同学的话非常善于思考啊 我其实比较喜欢的就是大家在提问提问之前啊 先自己思考一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的话呢 先尝试的解决 解决完了之后呢 再把这个再来提问 带着你的思考来提问啊 好 这是一个啊 来 这个同学呢 就写的挺好的啊 说这个写出你对今天收客中内容有疑问的地方啊 有这个有觉得哪个地方有点有点有点这个困顿啊 那你看他写的挺好的啊 就是这里边逻辑语和逻辑获运算符听的时候感觉有的地方没有理解 但是其实呢 你看几遍就这个当时没没没没听懂啊 这个看了几遍理解了看到没有 其实就这么简单啊 好多事你看的时候感觉你好像有点模糊 但你下去写一写 哎 多来个几遍 你其实就知道了啊 这些事啊 所以我跟大家还记得我在开班的时候跟大家提了一个要求 我说哎 注意啊 各位同学 这个是最重要 也是我们最最这个 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就是多动手啊 所以你多写几遍都都会能解决的 好多问题都能解决了啊 不要坐那想 做任何事都是一样的啊 千万不要坐那凭空想象 凭空想象 凭空捏造 是不是 这样是不行的啊 一定要脚踏实地 是不是 好 来 大家看看啊 这个地方又总结了一下 写得很好啊 我觉得这样的状态是很好的 很不错的啊 继续发扬 哎 不熟悉还是得复习 是不是啊 过几天又忘了 确实是啊 但是这个呢 我们常用的啊 你放心 你忘不掉的 因为我们会经常用啊 好 葫芦菲东学写得不错啊 大家给他来个小礼物 给这个老铁 老铁 狐龙飞 老铁啊 来 这几个一块了啊 要不然待会你们一个个刷 给我刷崩了啊 狐龙飞 胡作超 这胡家户的啊 还有梁凯文 武江飞 张凯章 这几位同学都写得很不错啊 大家给他们来一拨小礼物啊 走一拨 好 我在这里替这个狐龙飞 胡作超 梁凯文 武江飞 张凯章 给各位老铁跪谢了啊 跪一个啊 感谢各位老铁送的礼物啊 感谢各位老铁给他们送的礼物啊 来 下边的话呢 还有一个啊 胡作超的同学 这个写得也还不错啊 这个里边拎出来的这个同学的话呢 写的这个代码啊 从这个各方面来看的话 都是很不错的啊 你看这个代码的格式也非常的好啊 格式也非常的好 很不错 很棒的啊 格式很严谨 那我跟大家讲啊 大家做这个题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占啊 你说老师我自己在哪写啊 我在这写 直接就在这写代码 哎 你不要这样写啊 这样很累的 明白不 你写的全是错的 在哪写啊 在我们那个PyCharm里边把代码写 写完了之后呢 再把这个代码复制粘贴到这来 明白吧 你别直接在这写 这里边又没有这个语法高调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语法提示啊什么的 你这写的话就有点麻烦了 是不是啊 大家看啊 这个没问题吧 好 这个呢 要知道啊 这个怎么样做的啊 要做的话呢 把这个代码先在PyCharm里边写 写完了之后呢 再往这里边来 好 很好啊 然后这里边 哎 印他这个类型啊 内置的数据类型写的不够吧 有Int Flute 字符串还有什么呀 还有布尔类型 还有我们这个类似的元祖列表是不是啊 元祖列表字典 还有这个SIDE 是不是都有啊 好 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啊 没有问题也行啊 好 其他的这些题做的都还挺不错的啊 好 很好啊 然后这一个 然后呢 这个剩下的大家都写的很棒啊 我这个就 哪个 哪个错了 我没看到啊 不好意思啊 可能你说哪个错了 好 这个呢 剩下的我就不再跟大家看了啊 优秀的很好啊 没有Int 什么意思 什么叫没有Int 这个有Intl类型呢 内置类型怎么没有Intl啊 五箭屏怎么可能没有Intl呢 输入的是啊 但是你写一个 A等于这个 A等于这个 23这个A 它的类型 Type A 它的类型它不就是一个Intl嘛 是不是 看到了吧 没问题啊 这是一个 这个写的对的 但是写的不全啊 好 OK 没问题啊 行呢 我再说一个 有一个这个同学的话做的不是特别好的啊 这个啊 这个你看 先说这个文件的这个后罪名 这个参半的好像都有点问题啊 这个作业的话呢 它也没有后罪名 应该是一个MD文件是不是啊 它可能把后罪名给搞掉了啊 那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啊 打开方式 我们说了后罪名和文件的内容是没有关系的 是不是啊 你用这个编辑工具打开也能够看得到的啊 烧脑的半天是吧 想逻辑一算 哎 很好啊 我就喜欢大家这样啊 就是多来点烧脑是不是 这么多年脑子都没有用过了 是不是啊 这这么多年是吧 这个大家从上了大学以后 这个脑子基本上没有用过 用的都是干是吧 天天跟别人这个吵架是吧 天天瞪干是吧 这个各种骂是吧 玩游戏的时候各种骂 脑子基本上不用动了 但是这几年的话 让脑子动起来是好事啊 好 这个呢写的就不够好啊 这个我就先不批评了 这个写的不够好 它其实呢是因为方法不对 方法不对是因为在哪呢 这个同学应该是直接在我们这里边写的代码的 哎 这个是直接在我们这里边写的代码的啊 呃 直接在这里边写代码呢 就会有一点问题 就会有点问题 我们说了 不要直接在这里边写代码 你这个代码运行起来都是错的啊 有问题的明白吧 所以呢 写代码在我们这个派上那边写 写完之后自己试验运行 能写能能执行的话 拿过来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明白吧 好 有同学问这个 为什么不能双击这个MD文件就打开啊 那不能够打开呢 是因为什么呢 哎 很简单啊 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啊 你这个不能打开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个里边没有做什么事呢 你没有让你这个MD文件和你的这个工具关联 你在这里边右键啊 右键里边有一个叫打开方式 打开方式 你选到你这个软件 然后把这个钩给勾上 始终使用这个MD文件来给它这个使用 然后点下确定就可以了 看到没有 哎 点下确定就完事了啊 这样的话呢 以后你双击的时候它就可以怎么办呢 双击它就可以用用这个 用这个我们那个软件打开了啊 就就能直接打开了 没问题吧 你右键打开方式里边给它选择我们这个type row 然后勾上它就行了 或者说你在这里边啊 在这右键里边点这个属性啊 属性也可以 属性这里边有个打开方式看到没有 也可以在这修改 好 你没有的话你右键它 点这个属性总是有的吧 属性里边有一个更改 看到没有啊 打开方式type row 这改一下就行了 好 你会骑啊 你骑会啊 怎么样 没有问题吧 哎 如果你还有问题的话呢 你待会呢私下找我 我来给你解决一下啊 好 这是大家的作业的情况啊